已经醒了差不多半个小时了 因为早餐有点冷 所以把空调打开取暖 暖了之后再出被子 要不然它这个被子出不去 开窗户里面透一下气 看今天外面的这个停车的地方 旁边就是一个水库 这地方很不错 搞不好能钓鱼之类的 情况是 外面这儿也是 感觉还挺不错 安静就是 这个早就醒来了 一直在外边玩啊看啊 准备起床了 起床再继续回工厂这边去 今天还有一些事情要做 早晨醒来之后去要个狗 这边还有洗手间 看哪儿指着一个箭头 洗手间 上上面去看一下 好像就上了这个地坝之后啊 就是海了 洗手间原来是这样子的 移动式的 看一看一看 那边有个山道是可以上去的 它这边这个是拦路的吗 难道 哦 这儿离海还是有点距离的 这边离海还是有点距离 这些都是 这些池子啊都是养青蟹的 就是三门青蟹 看来要顺着这条路一直走到山上去 才能看到那个 海海 海入海口 不过这片也是挺舒服的 但我不知道这个池子是干什么呢 这边不是养殖用的 这边应该是一个水库 哎 不错 迷老高兴了 等会我们就要回这个 这感觉好像是骂人的嘛 哎 这有落草了 坐着客栋的这个吉普车 我们到山顶上去看一看 那走上来实在是太远了 它这边有一颗 观景平台 下车 上去看一眼 哎 上边有人散步 哦 这个山本的确实是 不错啊 哦 因为它现在是处于退潮的时间 所以这个海啊 露出很多岩石的部分 泥滩 但是这个要是涨潮的时候上来看的话 就不错 那对面就是那个沿海高速 哦 对那桥就是沿海高速 这个有点看不清那个 这边有个桥 这就是那沿海高速 好 看你平台够高中是这个 就退潮了 对现在退潮了 这这一拍都是估计养螃蟹的 这湿地环境还不错呢 这湿地环境还不错呢 还有这个 哪去了 看不见了 刚才还飞着呢 在这儿呢 看我们现在往山下走 这就是我们停车的这个小水库 这个坡有点抖 这方车肯定是有点上不来的 不过爬过比这个还立得坡 它是直线 不是这样慢慢绕 下去把车拖着 然后就回去了 现在回去还有点事情做 看这边看多漂亮 真是一个露营的好地方 回到工厂刚刚从这边把水加满 车停在太阳下边 等会儿 开始接这个太阳能控制器 因为今天天气很好嘛 有太阳的话就能知道 是否接成功 这板是否都工作 然后还有点其他的小项目 换换卡子啊什么的 也就没什么事儿了 现在开始接这个太阳能控制器 等会儿就能太阳能充电了 顺便检查一下 之前因为昨天跑了一下嘛 所以顺便检查一下这个 红桶 红桶它这个是否安装 安装挺呢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下边 看着这些 我看 工子板上面还是有间隙 但是这个间隙是 它那个卡子自己带 你看这个卡子它自己原本是有点间隙的 哇 这个你看这个工子板被勒的现在 全靠下边那个大片支撑着 不过稳定确实是稳定的很多 尤其是转弯的时候 左右S型转弯的时候 稳定性好很多 现在太阳能控制器已经完全工作了 早晨的太阳 冲的140多瓦 但我车上现在还有很多东西在插着 应该正常的应该是还有30瓦的东西还在工作 就是170现在是 170瓦在充电 刚才是74% 充了差不多10分钟变成75% 目前是早晨10点钟 10点钟的太阳呢 它充电能达到178瓦 178的话 我如果要是把这个 电脑的这个逆变器关掉 冰箱关掉的话 可能 还能有100瓦 就是它有49瓦 冰箱有70多瓦 这样的话应该还有100多瓦 所以就是这个 现在这个充电效能啊 已经相当好 如果到中午12点的时候 这个充电效能可能会更好一点 我已经用了差不多两个小时电脑了吧 但是这个太阳能还是75% 刚才我们拍的时候就75% 这样的话我保证我就白天不会断电 还会在这个补充这个电的情况之下 我就可以在一个地方多待 对吧 刚才车旁边车友把他的车停下来之后 我们俩看一下这个充电效能啊 它的也是170多 但是它是没有在 就是全部关掉之后 全部关掉之后它有170多 它是软板 我这个是硬板 我这还在开的其他东西 这样它就是硬板的效能可能会好一点 现在在干什么呢 现在在把这个通风口啊 给它堵起来 因为这个通风口现在暂时没什么用了 我要把它从外边彻底密封起来 要不然它这个空调啊 以及这个风扇 治冷是有影响的 我们出去看一下 就是要把它完全堵起来 顺便把那个之前的一个风扇也拆掉 不需要了 所以这个口和下边这个通风口全部堵掉 因为我之前去冷的地方 这个地方进风特别厉害 现在它新款这儿是没有这孔的 不过这两个孔就留着当检修孔吧 一旦冰箱出现什么问题 还真得靠这两个孔来去维修啊 或者只能从里边拆 这样它就不用那么麻烦了 到时候这个玻璃胶一打 彻底密封 这两个罗灶呢 是我从 一个是从我车上拆下来的 另外一个是我从它那个拖挂上拆下来的 转过来 右手边的这个是新的 新款的 新款的家用燃气灶 第三代 这是我这是七星灶 第二代 这个的那个 这个的那个 叫什么 它已经 怎么说呢 不如这个了 因为这个它中间有一个很高的火苗 所以我现在要升级这个燃气灶 这是我们昨天用过一次的 当然没擦 直接就装在这个上 这个升级还是挺方便的 这是我们昨天只用了一次的那个 就从它拖挂上 昨天是新的 用了一次 到时候再擦洗一下就可以 省得我再等嘛 要不然我还在等一个新的 这样就有点 太麻烦了 好了 燃气灶升级完毕 这个之后炒菜就 特别好使了 结束 老板在这很辛苦的 在沟通 看能不能给他换个新的 我把他的车上的拆走了